据说高速射出的子弹能点燃火柴 并且在火烂刀锋中就有这样的情节 老兵为了在新来的女兵面前装插 他用狙击枪成功点燃了百米开外的火柴 可这到底是神剧的骚操作还是真有这种可能吗 为了研究子弹能否点燃火柴 刘炎祖决定进行射击实验 但两人枪法都只有半斤八两 于是他们来到专业的实验场地 并把固定手枪的支架安装在桌面上 然后将火柴树立在枪口的正前方 同时为了让子弹精准击中火柴头 他们还用激光瞄准器进行了校准 吉米认为本次实验的关键在于 子弹与火柴头之间的摩擦力 因为火柴头的主要成分除了火药和摩擦机之外 还会添加少量的红磷 当火柴从粗糙的物体上划过时 红磷就会因摩擦产生的高温转变成白� 而白磷遇到空气就会起火燃烧 但亚当则坚信实验能否成功取决于 两者接触时间的长度 只要滚烫的子弹给火柴提供服够的热量 火柴头上的火药就能被点燃 可快速射出的子弹真能让火柴着火吗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锦里拉动了开枪的绳索 尽管有激光瞄准器的配合 但子弹并没有击中目标 于是他们在火柴的后方放置了一块纸板 然后用弹道标记的方式重新进行了瞄准 然而想要击中小小的火柴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在随后的几次射击中 子弹不是天上就是直接打掉了火柴 但这对枪法的要求极高 并且锦里推算出物差不能超过千分之一厘米 所以正常人基本不可能做到